今天我們來講iPhone 13系列的最新洩露 根據早期的爆料 iPhone 12系列事實上是將會支持120Hz高刷新率的 但是由於5G加入,續航會進一步降低 最終iPhone 12系列並沒有配備高刷新率屏幕 但是現在有消息稱 iPhone 13系列中高配版本將會支持120Hz刷新率 除了支持120Hz刷新率外 並且顯示效果也更出色 首先iPhone 13 Pro兩款產品被認為 加入120Hz刷新率的首要因素是 引入了新的電池軟板技術 其能大大改善產品續航差的問題 來自分析師郭明慈就談到 iPhone 13在2021年裡會發生許多內部變化 其中這一就是為iPhone 13系列 使用了節省電池空間的技術 即電池軟板技術 節省內部空間的同時還能降低成本 蘋果在最終規劃iPhone 12時 蘋果選擇使用比iPhone 11小的電池 這自然意味著它不能同時使用 5G調製解調器和120Hz高刷新率 選擇5G網絡必然放棄120Hz高刷新率 二則最終還是放棄了其中之一 為此在2021年開始 蘋果的120Hz高刷新率頻和5G將同時上昇 這也將就是LCP軟板技術的優勢 iPhone 13系列首度採用電池軟板技術 在手機輕薄設計上以及電池容量方面 不僅容量增加更讓產品有了一定的平衡性 iPhone 13系列在提升電池容量同時 但是手機依然輕薄 之前輕薄的手機沒有大容量的電池 續航一直是用戶體驗當中遇到的大問題 多數用戶都希望手機能有較長的續航 但是在有限的空間內 不管怎樣提升電池容量 都無法帶來突破性的進展 因此電池技術的改變就至關重要了 所以iPhone 13系列的電池軟板技術是特別期待的 除此之外在iPhone 13系列中 高配版本比如iPhone 13 Pro 它採用Promotion之適應刷新率技術 以實現了120Hz刷新率 值得注意的是 這項技術早已用在iPad Pro上 它會根據屏幕正在顯示的內容 自動調整刷新率 同時還帶來了更靈敏的屏幕響應 另外iPhone 13系列屏幕面板 將搭載三星與NG公司新一種LTPO的OLED面板 它們擁有更好的擴展性和穩定性 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長手機的續航 比如相比之下比以往的屏幕面板更堅困 現在計算這種面板 iPhone 13和三星都可以為蘋果公司提供供應 但iPhone 13可能會之後獲得一半的訂單 現在iPhone 13試圖正在擴大 LTPO屏幕的產能為iPhone 13系列做準備 最後iPhone 13系列發布要等到明年9月份 目前的洩露消息僅為一小小部分 總體來說 蘋果這次是為了續航增強而下功夫 目前來看雖然參考意義並不大 但蘋果的產品確實最多人信仰的 好了本內容正式完畢 下期見